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功又造罪 造罪又行功 扣来扣去都没福报 福薄了 运就会差 好事就见不到了 如果我们辛苦 行供了愿 又能够修贪嗔痴 不再造口过 德与福都有了 嘴不积德 就会没运缠身 小人不断 最终害人害己 所以说 修好口德就是在基因 修好口德就是改变命运 运气和福报都是从嘴上露的 佛说《夜报差别经》中说 一止于夜 随自夜转 佛家认为 众生的命运都是随着自己的夜力而流转的 若是造下恶业 就会遇人不输 遇事不顺 霉运缠身 所以佛陀告诫世人 要守好口业 因为口业的果报能烧毁所有的功德 据传 明末苏州 有一个书生姓秦 多才多艺且才思敏捷 可他为人刻薄 说话从不让人 一旦抓住别人的缺点 就会专门写成诗文来嘲笑攻击对方 有一次 他得知邻居偷窃 便填词成歌 天天讽刺 结果被人当街痛打 还受到他人诬告 不仅如此 秦书生又染上怪病 常常精神错乱 总是拿刀割自己的舌头 家人为了保护他 将他关在一间空屋里 他找不到刀 竟然就一点点咬自己的舌头 直到他透过窗户缝隙 看到了一把斧头 就从窗户爬出去拿起斧头 把自己砍死了 秦书生为人刻薄 嘴不留情 得知别人的缺点 隐私 不仅不包容 反而以此为师 口无遮拦 必定会引起他人的怨恨 久而久之 罪业深重 再多的福德 也在无形中消耗殆尽 轻则倒霉不顺 重则引来杀身之火 正所谓一字之包 荣于滑滚 一字之扁 言于辅乐 一句话 给人欢喜希望 一句话 折尽平生福报 口出恶言 造下恶业 业绩挤造 运有几成 人的福报运起 就看一张嘴 心善口不善 福皆转为祸 心善口也善 祸能化为福 常修口德 就是在积阴德 积德最好的方式就是常修口德 古德有云 一言以心邦 一言以丧邦 足以可见一句话的巨大影响 口业不清净 恶缘现前 口业清净 功德无量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过去 莆田有一户林姓老太太 常常不失行善 有一个乞丐 每天都来跟老太太讨要饭团 连续三年如此 老太太也从来都是好言相向 真诚以待 三年后 那乞丐便对老太说 我吃了你三年的饭团 你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为了报答你的恩德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们府后有块福地 若葬于此 后代兴旺无比 说完便离开了 再没有出现 老太太 老太太死后就葬在那里 果然 子弟代代显贵 其后更是传出了无灵不开榜的美坛 口下留德 就是不失行善 能积大应得 太上有云 修人与恶 适恶 行恶 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祸 口不犯过 以真诚之心待人 不但能得到世人的信赖与尊重 还会清净口业 积福累得 佛家常说 要口出爱语 爱语由善心而发 是一种不需要任何花费的不失 能改变命运 佛陀有三十二项好庄严 其中一项就是凡音声 意思就是 爱语敢招来的果德 广大无碍 无边无际 无人能及 所以 佛说法没有障碍 可见人的福报深浅 看嘴就知道了 说爱语 结善缘 修口德 积福报 管好你的嘴 就是在修行 当你的心中充满憎恨 说的自然就是恶言恶语 当你的心中充满感恩 说的便会是感恩之言 当你的心中充满恭敬 说的就都是恭敬之言 管好自己的嘴巴 能坚持不说负面语言 就是修行 现代人在轮回里 整天忙得晕头转想 最缺乏的一个是耐心 一个是定力 尤其是我们的嘴巴 毫无定力可言 好朋友把他的心思向你倾诉 可是如果当他做了一些 不如你意的小事 你就可能把他的丑事讲给别人听 定力不够 耐心不够的人比比皆是 每个人都应该自省 把嘴巴管严实点 也是一种禅定 也是一种修行 张嘴讲话很容易 懂得闭嘴却很难 少一点负面的语言 多一些正面的好语 学会赞美别人 多念经 多持咒 贵人语持 敏于事而慎于言 多讲一些有意义的话 语言才会有分量 现在网络发达 造口业太方便了 恶口 两舌 奇语 妄语 很多人已经养成习惯了 负面语言张口就来 以前东家长 西家短 还要几个爱传闲话的人 聚在一起叽叽喳喳 现在只要拿出手机 微信朋友圈一发 微博上一转 马上就能传播到世界各地 所谓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想当一个亲近的人不容易 培养自己的定力 要从嘴巴开始 训练自己有一张缠定的嘴 多关注自己的嘴巴 让自己坚持去说正面的语言 让自己坚持不说负面的语言 能持之以恒坚持一件事情 就叫缠定 做一两天容易 坚持做就不容易 慢慢养成 善护念身口译的习惯 经常反观内心 随着内心能量的提升 言语和行动就会充满力量 说好话就是修行 又爱语熏习内心 日积月累 就是清净恶业 积聚功德 印光大师教导 学人要说好话 说好话者 要说有意于人 有意于物的话 一句无心的话 也许会点燃纠纷 一句残酷的话 也许会毁掉生命 一句及时的话 也许会消失紧张 一句知心的话 也许会愈合伤口 挽救他人 直话要转个弯说 冷冰冰的话 要加热了说 顾及别人的自尊 把别人的自尊 放在第一位 嘴巴让人一生平安 君子言简而识 小人言杂而须 不知而说是不聪明 知而不说是不忠实 不必说而说是多说 多说亦招怨 不当说而说是瞎说 瞎说亦惹祸 对失忆者 莫谈得意识 面责人之短 人虽不悦 未必深恨 背地言其短 令人不悦 怀恨甚深 与人善言 暖如不薄 伤人之言 痛如刀割 刀疮一好 恶言难消 固然修身养性 非一日之功 但是先把这张嘴修好 才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历史上 凡夫俗子 虽不能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但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注重口德 有为必要 口是伤人斧 言是割舌刀 闭口身藏舌 安身处处好 恶言不出口 恶言不流耳 是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具有的修养 有了这样的修养 你就能化腐朽为神奇 风生水起 好运来 感谢你的喜欢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